先来关心这场苗栗县头粪式发生的化工意外 在5号晚间刘化青整个外泄了 疑似是作业人员的操作疏失 有6名员工身体不舒服 其中1名员工还当场昏迷 警察赶快到场将人紧急送医 还在现场测得了刘化青的最高浓度达到10ppm这么多 所以在现场立刻关闭管线之后 还设置了泡塔来洒水稀释 才将这个外泄的紧急情况给控制住 老检单位表示雇主对于化学制程时所产生的反应物 没有分析评估危害跟反应特性 目前已经根据治安法打算来进行开发 消防队员把全身无力的工厂员工固定在单架上 要赶快推离现场 因为这名员工洗到硫化青 导致身体不舒服 而且不止他 还有其他5名员工也有同样状况 消防队员陆续把身体不舒服的员工拉出厂区 也立即要求厂房关闭管线 并设置泡塔洒水稀释 这是发生在苗栗头份市一间化工厂 5号晚上发生刘化青外泄 当时在现场工作的6名作业人员吸到硫化青 其中一名员工还当场昏倒 初步了解 外泄原因疑似是员工操作疏失导致 经销道场将人紧急送医 并在现场测得硫化青最高浓度达10ppm 伏密的员工送医意识也已经恢复 另外5名员工预防性送医 检查后没有受伤已经出院回家 而他们吸入的硫化青是急性剧毒物质 有臭鸡蛋味道 吸入少量高浓度硫化青 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治安单位已经派员去工厂调查 初步发现厂区内有设置防护衣 但硫化青外泄时 员工有没有穿还要调查 目前已经下令 发生意外的区域挺工 并要裁罚30万元 华新闻领讯项志军屋少请苗栗报导 哈喽大家好我是品轩 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 一定要赶快打开华氏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